这些天,天气明显燥热起来,苦瓜是夏天养生饮食最常见的一种食物,可是较苦的味道却并不受大家的喜爱。 其实,夏天用苦瓜无论做菜还是泡水,营养价值都是很高的,帮你排毒降火,清肠瓜油,还能抗癌防辐射,全家人都适合,先来学一招去除苦味,苦瓜去嚷去掉嚷的苦瓜就不苦了,用勺子把里面白色的部分尽量刮干净。 另外,在选购的时候也要注意,如果表面凹凸感比较明显的苦瓜也是比较苦的,如果怕苦,可以选择表面比较平滑的苦瓜哦。 苦瓜,瓜类之手保护血管的第一选择,苦瓜也叫君子菜,它无论和什么菜在一起炒,煮,炖,都只苦自己,别的菜不会沾一丝苦味。 此外,苦瓜对人体的健康有着重要的作用,主要体现在它的营养价值上,每100克嫩瓜的可食部分,含粗蛋白0.7到3.0克,脂肪0.2克,糖1.8到3.0克,粗纤维1.7到2.5克,钙18到20毫克,020到80毫克,铁0.6毫克,胡萝卜素0.08毫克,维生素B0.7毫克, 苦瓜的维生素C含量,高达56到160毫克,胃瓜类蔬菜之手,虽然苦瓜胃苦,但是对肝脏有着重要的保护作用,如果有长期服用药物的生活习惯,吃一点点苦瓜能够有效保护肝脏,苦瓜的防病保健功效极好,易胶鼠解气,第一大功效苦瓜具有清热消暑,凉血液气,补肾健脾,滋,肝明木的功效, 对治疗力气,疮肿,中树发热,肺子过多,结膜炎等病有一定的功效 2.脂肪肝杀手 保护血管的第一选择苦瓜中的苦瓜素,被誉为脂肪杀手 苦瓜的新鲜汁液,含有苦瓜带和类似胰岛素的物质,具有良好的降血糖作用,能使摄去脂肪和多糖减少 3.养血滋肝,护肝第一瓜,吃药多的人必吃传统医学认为,苦瓜为苦,生则性寒,熟则性温,生食清暑泄火,解热除烦,熟食养血滋肝,润皮补肾 民间常在夏季用苦瓜清热驱属,明目解读,苦瓜富含膳食纤维和维生素C,均相当于番茄的近三倍 而维生素C是优秀的抗氧化剂,能提高机体应激能力,预防坏血病,保护细胞膜,防止动脉周样硬化,提高机体应激能力,保护心脏等作用 四夏季食火,降火好菜,有人嘴里长了口窗,我们就会告诉他,上火了,要多喝水,吃点败火的食物,少吃细辣 苦味食品具有清熟,退热,除烦提神,健胃等功用,清热解毒最佳苦味食物是苦瓜 不管是凉拌,还是煲汤,都有很好的灭火功效 五抗癌包头日报2016年6月28日报道,苦瓜蛋白质成分及大量维生素C,能提高机体的免疫功能 苦瓜之含有某种蛋白成分,能加强巨噬能力,临床上对淋巴肉流和白血病有效 从苦瓜子中提炼出的一蛋白霉抑制剂,可以抑制癌细胞所分泌出来的蛋白霉,阻止恶性肿瘤生长 六,养颜嫩肤肠吃苦瓜能增强皮层活力,使皮肤变得细嫩健美 用鲜苦瓜导致或煎汤,对干火吃木,胃碗痛,湿热利己,皆为辅助食疗加品 苦瓜加绿茶添热第一点,材料,苦瓜,绿茶,做法 一,将苦瓜洗干净之后对半切开,然后去除瓜嚷,然后在苦瓜中塞入适量的绿茶 二,做好之后用绳子串起来放在通风口晾干 三,将银干之后的苦瓜洗干净切碎,然后和绿茶一起搅拌均匀,取出适量用开水进行冲泡服用 功效,这种苦瓜茶具有很好的利尿除反以及心热解毒的作用,特别适合在夏天服用苦瓜泡水喝的禁忌 一,疲惫虚寒的人群,不适合服用苦瓜 二,孕妇不适合服用苦瓜 三,低血压以及低血糖的人群,不适合服用苦瓜 四,学龄前小朋友不适合服用苦瓜 苦瓜加维保味道好,血管更好 苦瓜单吃起来可能口感不是那么的好,但是如果搭配其他食物一起食用,不仅营养成分可以互补,而且口感也会更好 苦瓜加豆腐 苦瓜与豆腐都有清热解毒作用,两者搭配,有敌热除反,不再降压的功效,适用于高血压病,高脂血症,骨质疏松症,苦瓜加酥米 苦瓜清热解暑止可知功显著,与酥米搭配食用,有清暑解热,降血糖的功效,适用于糖尿病,肺子,结病,老年糖尿病患者,并发失网膜病变 苦瓜加猪肉苦瓜所含苦瓜素,不但能促进食欲,利,尿活血,消炎退热,接牢阀,清新明目,而且是一种强效的抗癌物质 苦瓜与猪肉搭配,有清热驱属,明目去毒的作用,适用于深热反渴,暑接,热费过多,眼睫膜炎等症 苦瓜加猪肝猪肝性类苦温,能补肝,养血,明郁,猪肝含丰富的维生素A,维生素A能抑制癌细胞的增长,并将以向癌细胞分化的细胞恢复为正常,而苦瓜也有一定的抗癌作用,两者合理搭配,功力相符,经常食用有利于抗癌 苦瓜加茄子苦瓜又解除疲劳,清新明目,意气壮阳,延缓衰老的作用,茄子具有去痛活血,清热消肿,解痛利尿及防止血管破裂,凭血压,止咳血等功效,是心血管病人的理想菜书 若两者搭配食用,则能为人体提供更丰富的营养成分 苦瓜加辣椒苦瓜又解除疲劳,清新明目,延缓衰老的作用,辣椒含有极丰富的维生素C,二者搭配食用,是理想的健美,抗衰菜肴,苦瓜不苦一步到位,苦味归零苦瓜的苦,一度让一部分人忘瓜心态 有些人可能想,如果苦瓜用来做菜,再去掉瓜瘾的话,会不会太浪费了,别急,如果是做菜的苦瓜,去除苦味也有妙招 当然,我们这里所说的美味,并不是把苦瓜的色苦味道全部清除,只是在保留原有营养价值的基础上,是口感让人能够接受 苦瓜灼水去掉苦味苦瓜食用前,之所以需要超水,这是因为苦瓜的草酸含量,比较高,每100克苦瓜中,含有459毫克 但是,苦瓜的苦味来源于它所含有的苦瓜素,苦瓜之所以具有减肥,降血糖等保健功效,主要原因就是它含有丰富的苦瓜素 捉水虽然可以去除有害的草酸,同时也会让部分宝贵的苦瓜素流失到水里,从而让苦瓜的保健功效也有所降低,为了去除掉大部分的草酸,同时又最大程度必保留住苦瓜素 我们就必须掌握苦瓜猪水的正确方法,一先把锅里的水烧到滚开沸腾,并加入少量盐和几滴食用油,然后才能放入切好的苦瓜超烫,二桌烫苦瓜的时间不要超过一分钟 然后,马上捞出苦瓜进入冰水中迅速降温,温度降到室温后再马上捞出沥水,放在水里泡的时间久了,同样也会导致更多的苦瓜素流失 用盐腌制味道,更先把苦瓜切好后放在容器里,加入少量盐,盐制几分钟根据苦瓜的数量选定时间,一般在7-8分钟,这样做能保留苦瓜的风味 但需要注意的是,在烹调过程中,不要再加太多盐,水洗也可尝试就是把切好的苦瓜,用流水不断冲洗,洗的时候要不断挤压苦瓜,使其中的苦味尽量多地冲洗掉 用赏数方法处理过的苦瓜,就可以用来做菜食用了,继续除了苦瓜中的大部分草酸,又最大限度地保留住了宝贵的苦瓜素 俗话说苦口粮药,是说越是口感发苦的药,药效就越好,同样,苦瓜就是这样一,重要食同源的食物,赶快来一碗不苦的苦瓜水,降火,美容,保护心脏和血管 试过的都说好,这么便宜的养生方法,值得相互传阅,夏天来了更要让身边的人都知道